有一位郭健民先生很關心我們 就說請問張智珠黑卡什麼時候才有 還是有走了數 這樣大家放心 每一次上來的朋友 我都跟他們交代了 也都給他們一個Sample來看 我們有空一點 我們會印卡的 但是這個郭健民很明顯是經常聽我們節目的 因為如果不是 偶爾聽的那些未必知道有張黑卡的 或者不是經常聽到 是有這樣聽的 你這麼關心 但是原來我們馬上查到 他又不是黑卡會員 就是那些用來挑機 北墳那些 就說又走了數 怎麼叫又走了數 有什麼走了數 是不是去Sogo打飛機呢 說來說去 就算是走數 關於什麼事 我們說不行 我就是不想腳 不想腳 你不要想看 我經常說 你為什麼人生要這麼痛苦 我真的學到現在 我是死人都不明白 比如好像我這樣 我堅決你們說好看 但是我真的很討厭 我就想想 通常我能夠過分 但如果我真的過分不了 我就不想看 是不是 我就不想看 那為什麼你又要看 又來偷偷我呢 你算是什麼偷偷呢 你想想 原來你 別說你是黑卡會員 我們現在不同於以前 現在我們馬上都按出來 你連付費會員都不是 南大都付費會員高些 但是偷偷也不想到你偷偷了